《漫漫三層》 《漫漫三層》這本書 事實上是描述 我已經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家園 其實在沒有開發之前 原來是茶園 還有零星種植的一些柑橘 道路開了之後 確實也讓這一片山 原本的一些樹林變得支離破碎 也讓很多的野生動物都消失了 我們雖然人生活在這裡 可是自然有它的修復的能力 大概將近四十年的歲月 我親眼見證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透過這本書一個 非常非常精彩的攝影作品 來讓大家看到很多 大家所忽略的一些動物 或者忽略的一些景色 因為我對這個自然的環境 就很喜歡 空氣非常新鮮 根本沒有錯量在走 只是一些樹林 還有一些彌虹 然後每天聽到我們要叫聲 例如五色牛 藍雀 還有其他的能力 真的我們人類的家園 事實上是可以跟這些動物 比鳴而舉 要享有大自然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要慢慢走 透過慢慢慢慢走 你才有機會好好的欣賞 花花草草 好好的認識我們周遭這些樹木 所以我想這本書的一個美好呈現 應該可以讓我們對於家園 有另外一種想像 我會想像的那些個人 還有雙海 可以讓我們來擨 owners 我們在一起 啦 我們坐盧 我以為 我們看會 我們坐盧 以前 我們坐盧